有艷遇就取禮大禮 一定會有 對 他媽妳有沒有 他媽妳有沒有 他有 真實紀錄 喔 會用中文獎嗎 其實就是斯瓦爾濟蘭人 就是最近的一次好了 斯瓦爾濟蘭他們就是很希望有 就是除了婚姻關係以外的關係 好 所以他們就是會比如說 你在超商買東西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男店員或是一個女店員 女店員就會對我們的替代一男就說 Will you marry me 但是就是民意才見一次面人 他們就會說Will you marry me 那可能也是就是 東方人在當地是就是很 很會賺錢啊 很會做生意的那個象徵 但是有一次 最好笑的就是有一次我們去爬山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發現 斯瓦爾濟蘭是太好殺價 因為大家就是 他們就是真的不會跟你計較那個數字 所以有一次我大概把350的一個小凳子 就是長景物小凳子 殺到125吧 就是他還是主動offer me 就是我跟他講說 我不會買150以下的 然後就想一想 那125如何 我說當然好當然好 然後我就買了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殺上癮 我們也爬山的門票都殺 就是 就是這次我們去一個那種鄉村的地方 不是城鎮嗎 然後那個那個山是就是什麼 世界第二大的石頭山 第一大是在澳洲嘛 叫Lunaburu 第二大是在石瓦爾濟蘭 就是西北北 他們非常引以為傲 他們還有一個啤酒的牌子 叫西北北 反正我們就去排這個西北北 然後它是就是當地的社群 維護那個地方 所以它每年那個門票都會漲 一開始是好像15塊吧 然後這次我們去的時候是30塊 大使館的人跟我們說 這長太多我們不要爬 然後跟衛臺人說 我們有13個人 然後其中三個人 一個是司機 一個是醫療團的人 你知道台灣的醫療團 你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是技術團 你知道技術團 就是你們所有的水果 就幾乎都是技術團 然後我說好 然後我說那可不可以算10個人 他說好 然後說就算10個人 但30塊門票成10個人 就是300塊十筆啊 匯率大概是1比4 所以這樣還是1200 我覺得不夠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30塊到我們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15塊 然後醫療團的人告訴我們是15塊 所以我們一直都想是15塊 所以用了15塊好不好 他就想了一下 然後就問我說 那你下餐的時候可以嫁給我嗎 我說沒問題 你告訴我在哪裡 When and where and then I will marry you 然後我就兩條定了 所以我們就排完餐 然後下來 然後下來的時候 他就說那你手機留給我 然後我們就是整個團 只有一個 就辦一個門號嘛 在當地的時候 就留團的那個手機給他 所以當天晚上 就是我老師說 他大概打來就是十幾次 就是 When are you going to marry me 然後我老師說 Tomorrow 所以他就聽不出來 所以就到我們就是 要上班機那天的下午 就是我們是下午的班機 然後 他早上還打電話 然後在我們就是在 吃完家的唯一一個人機場等 就是上飛機的時候 他一直打電話 就說 When are you marry me I will give you 17 cows 然後我說 Definitely Definitely 所以就是台假定 其實有第二團 去吃完起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門號給他 就是 想說 所以他還是一直聽到 就是17 cows 17 cows 這樣子 對啊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很可怕 但是就是 比價被比下去 因為另外一個團員 是30頭 所以我輸了 就是他開家 他還有其他問題嗎 是 我想問Amy 就是 你在印度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 飲食上的問題嗎 就是 那 飲水上 聽說就是 很多 當地的水 都會有什麼 面積啊 是 真的 好 對不起 嗯 大家都會比較擔心 就是印度會 可能會拉到脫水啊 或者是 就是 他們的水很不安全 但其實 嗯 我出去玩都會 我都會很不環保的喝瓶裝水 但然後 印度的瓶裝水很可怕的是 他們 因為他們 會想辦法要撞很多 就是 人轉就轉 所以他們會拿 自來水 或者是 勾取那個水 去裝空餅 然後 假裝把它封起來 就可能用熱熔腳 再塗掉 所以我每次喝瓶裝水的時候 你都要摸過那個 那個 蓋子圓一圈 如果你覺得它好像是被開過的 或是你看那個瓶子 它有 就是 皺褶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瓶子 那你就不能喝了 像 瓶裝水在印度 他們都會告訴你說 你喝完 一定要把它壓到最點 就讓他們辦法再繼續填充 或是你可能要把它 就是割 一半之類的 因為就是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是會 就是 模仿那個 封裝的水 模仿得非常好 但其實我沒有 遇到 這個問題 就是同行的也有美國人 就是美國人 就是甜甜拉 俄羅斯人也是甜甜拉 那可能是 就台灣夜市把我養得很好 我完全沒有拉 就是 後來就是最後一個禮拜 我要回來之前 嗯 我還去吃他們的路邊談 就是一開始 在餐廳的那個Lussie 他們那個優格飲料 是 在餐廳大概是23塊Ruby吧 所以大概是 就是換回來 大概是40幾塊台幣 但他們在那個路邊 就是連一毛錢 一毛錢都不到的Lussie 所以就是 你就是盡量吃 但塵藥帶 然後 塵藥帶夠 我覺得就沒有關係 就可以盡量 盡量試試看 但是 就是 藥帶你 你比較熟悉的塵藥 像我大概帶了三種不同級數的 止蟹藥 就是 第一個級數 我用沒有用的話 我就繼續往下用 我去史瓦淇藥的時候 有用不到 因為史瓦淇藥吃太多肉 所以就是 要真的要吃止蟹藥 就是 因為它會讓你一直很不舒服 但印度我覺得 只要你要選就是 呃 你要選就是 旅遊手冊上面有的餐廳 你不要選就是 看起來很可怕 然後你漸漸習慣 他們的調味料 因為他們有很多香料 然後你覺得你習慣 你準備好了 或是你快回來 然後回來 會 他會回來生病 你就盡量吃 我覺得 希望我回答到你的問題 剛剛 謝謝 好 Jimmy 一定要做一個什麼 可以用什麼 一套的方法 什麼的 Couchsurfing 對 Couchsurfing 上面 其實在Couchsurfing上面 因為你要申請 是 比如說你想要住他們家 然後我就要寄信給那個host 說我要 我要住你家 然後通常很多人 你就會用罐頭信 就是 我是誰 然後我想要住你家 這樣子 然後 通常 因為他們其實 比如說像大城市 他們可能一天 就接到好幾封信 request的信 所以 你要 Outstanding 那你要寫一些 跟他們 相關的 比如說 你看到他是musician 那你就說 哇 好想住musician的家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很開心 要不然就是 你可以 有一個tip 就是說 我可以做一些台灣ese food 對 他們也會很開心 然後有一次我的host 就跟我分享說 他怎麼選人 他說看到我的信 就是 最後一行就說 Maybe we can do 台灣ese food together 然後他就 哇 ok this ok 還有其他問題嗎 會擔心你一個人出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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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Hitchhiking 我不敢一個人 對 但是 其他我覺得都還蠻安全的 但是 但是 我都是有小心 比如說書上 或是 網站上面人家分享的時候說 哪個地方比較危險的話 那 我一定是找上 就是一定是白天去 晚上 大概 太陽下山 就會變得很可怕 所以 我會 如果我自己旅行的話 我會避掉 危險的地方 在晚上去 不要去 然後還有什麼 嗯 Couchsurfing 還好 因為Couchsurfing 它 在網頁上面 就是你的profile 在右下角 都會有大家給你的評價 所以 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你就去找有評價的人 然後通常就是比較 比較 就像買東西一樣 就是要找評價比較好的 這樣也比較安全 對 要不然你就找那個 Couple 或是找女生 就好了 對 還有問題嗎 所以你剛說你高中 那時候都是拿獎學金 那就是 就是 哪邊比較多種學生 嗯 嗯 一個是 一個獎學金是教育部給的 叫做學海飛揚獎學金 對 學海 所以 應該是學校 然後你們在申請 申請一個program 譬如說教案學生 或是什麼的 去國際事務處 外面就會有很多獎學金的資訊 然後另外一個是 荷蘭那個學校給的 Nighton University 它是給研究生 所以你也可以去查查看說 或是問那邊 就是國外的學校 問他們的International Office 看有沒有給外國學生的獎學金 你去問他們也可以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些公司 他們也會給去國外留學的學生 對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 主要是 你可以在學校網站上面查查看 對 然後沒有講到 就是關於吃的部分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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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upermarket 我到那邊一定會一直逛supermarket 因為那裡面你可以買到最平價的東西 而且是營養最均衡的 像我早上 我覺得我在外面也吃的都非常好 比如說 我早上 因為我每天都想 都喜歡喝咖啡 所以我就帶那個 那個打奶泡的機器 然後 就去超市買那個 油奶嘛 然後就跟hostel 或是跟那個carry surfing 就跟它借用一下冰箱 然後就可以冰你先來 然後跟你早上就把它弄熱 然後打奶泡 然後再咖啡 然後去那邊 late 然後 然後 我還帶肉桂粉 ok 然後 午餐的話 你可以 看你是要 比如說路邊攤 反正歐洲還滿乾淨的 所以就 什麼 然後 土耳其菜啊 就盡量吃 或者是我就會去超市 然後帶著水果 就跟著走 這樣 或是青菜啊 自己做沙拉啊 也都超健康 又好吃 然後 就是買沙 就是買那個 比如說美生菜嘛 然後再放一些水果 然後帶著優格 然後就可以 你的菜就可以沾優格吃 健康又剩錢 然後還有便湯匙 便湯匙現在比較難找 但是還是有 在一些五金行啊 然後像 像北歐超冷的 一定要帶著電湯匙 然後或是 然後要記得帶著鋼杯 比如說像那種杯子 或是就是鋼杯 然後就可以煮泡麵啊 電湯匙也超好用 對 煮熱的 那你就用電湯匙 先把那個東西加熱 其實現在國外 在大城市都還滿多 中國餐廳的 然後你可以在台灣 學個簡單的米粉 喔 對 我去Courishurfing的時候 除了帶蝦米 還會帶那個乾的香菇 對 香菇很輕啊 所以它其實不佔你的空 就是它 稍微一點點空間 而且又很輕 所以不會佔太多重量 然後 你就 對呀香菇也很好用 對 而且又是你 你覺得最熟悉的食材 對 然後他們都會有油啊 然後 喔 醬油啊 我有時候會用那種 濾性那種 罐子 然後去裝一些醬油 要不然很多 很多菜 你沒有醬油 就做的不像 所以有時候我會帶著醬油 因為我在歐洲 我就帶著小小瓶的 對 你也可以從台灣帶啊 沒差 對呀 小小瓶就夠了 還有問題嗎 不管是對我 或是Emily 好 差不多 我分享一下 我分享 他們分享走了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那個 那叫什麼 義工的照片 這是我在波蘭的某個小鎮叫Debe 然後這是一個湖冰小鎮 然後我是參加 他們就是願景他們的那個program 他們會包含很多種類 比如說教育的環境的 還有關懷社會弱勢之類 總共給我大家累 然後我是參加環境的 然後一開始是 就是辦一個音樂會 然後是宣導環保 然後再來就是 之後要收拾湖邊 就是要撿湖邊的垃圾 然後去的時候嚇一跳 因為我們辦完 也好 先先剛剛 谢谢观看